哈喽各位朋友们大家晚上好 我们国独呢 正在明天在客场对战日本 这个怎么说呢不关的 怎么说这个也是 事与赛的关键战 所以说我想了想 我还是想说一说 关于中国关于就是国独的事情 因为毕竟嘛 虽然我觉得对于国独 已经没什么好说的了 但是由于近期发生的事实在是太多 尤其是这一段时间发生的事太多 然后太有意思了 我就想集中说一说 首先呢先说说这场比赛 我觉得就是我坚持我的看法 双方的差距已经太大了 确实说我自己都不知道 国独现在对日本能有什么优势可言 所以说我很拦的了 他不是很拦的了 就是同理 我觉得国独应该也 国独应该也见不着世界杯了 然后拒绝的说能坚持到这块已经是不错的了 然后呢 对反正 反正就是这样了 然后我想先说说 接下来这一段时间发生的一些事 首先呢就是国独换帅 就是李铁换成了李肖鹏 当然对于这个事 首先我说实话 我跟各位说实话 我觉得李铁在国独的战绩 不差 就是说你当你面对澳大利亚 日本啥次的时候 我觉得你赢了 算是你真的真的真的非常有本事 但是你输了 我觉得 也是情有可原 就是实力够不到这一点 然后如果就是说 除非就是你们 除非在听的各位 真的有人觉得国独现在有实力 在身价上 在实力上 在各方面上 能够跟日本 能够跟澳洲 能够跟沙特去叫板 能够去抗衡 如果是这样的话 那我承认 李铁干的很差 问题是我 我真的不这么看 我觉得咱不说别的 就这几个球队 他们进世界杯 多久进世界杯 我们上次进世界杯什么时候 就说这些球队 他们知道怎么进世界杯 他们很熟悉这一套 从上到下 他们已经熟 能够 他们已经对此很有经验了 但是我们这边 我们在球员的本身实力上 不占优势的时候 我们没进过市 我们 好了 我们可以说 我们这批球员 没进过世界杯 进世界杯的全都在教练席 上看着比赛 所以说 这种差距真的非常大 我们必须要承认这一点 所以说综合而言 就离铁打的这些比赛里头 我们唯一一场可以说 他不该数 不该 丢的分 是打阿曼那一场 但是啊 各位 我们看一看阿曼的那个 在本届市余赛的状态 然后能够打赢日本 对吧 那肯定是 很厉害 还有两把刷子的 你中国 中国队 你说白了 在对阿曼上 双方的 实力差距能有多大 能有多大 打平了 这也不是很值得 就是说 就把人踩在地上 踏上一万只脚子了 脚子就这种程度吧 所以说 我觉得真的谈不上各位 所以说 就综合而言 我觉得这个离铁 他战绩不差 对吧 虽然他惨败澳洲 但是我觉得就是打澳洲 咱说实话 咱就是说输一个 还是输好几额的区别了 而且之后 他不也平了澳洲了吗 对吧 他打日本 不也就小负 打杀人 也就输了一个 然后我觉得 这就可以了 这就可以了 你这个国足 现在什么水平 对吧 各位 国足现在什么水平 我们中国球迷 难道心里面 一点数都没有吗 所以说 综上所入 我觉得李铁 他战绩不差 他战绩可以 当然了 就是说理解 他主要被人骂 说白了就是 他场外那些 场外遭到了那些指责 比如说 他在那个记者会上 说对球迷的批判呀 虽说 所以说我个人认为 他提出来的那些困难 比如说 球队长期在外 然后那个 长期隔离 这种事 我承认 我个人说实话 我是认可他的 这些发言的 我觉得这个国家队 他什么时候 球员什么时候 有过这样的经历 第一次经历这种事 那肯定 就是有困难的 当然你也可以说什么 其他球队 也有困难 也有困难 但是其他球队 他们就是很大一部分 等于说实话 咱中国当时的情况 跟其他球队比 是要更艰难的 所以说我觉得 李铁说这些话 我觉得是有道理的 咱们接着就是说 他说 你这个球迷 如果认为我们 没有主场 没有主场优势 那没什么问题 没什么影响了 那都是不懂球 那都是球盲 对吧 你当面骂人家 球盲就不对了 对吧 你这个球教练 对吧 你这个教练 你毕竟 你得有语言艺术 你这样骂人 球盲的话 那肯定会 得罪这些球迷的 对吧 所以说那影响都不好 然后 所以说就这样 所以说就会在场外 遭到各种指责 但是我必须要说 从对他的这些指责里面 我觉得 他的是有一股暗流 在涌动的 就说尤其是 就比如说你看 那些媒体 四十强赛打完的时候 是怎么夸李铁的 之后 立刻反水 打四十强赛 天天骂李铁 然后翻出一堆料来 批判李铁怎么样 怎么样 怎么样 我说实话 我觉得背后 肯定是有人 想要把李铁给搞掉的 或者 或者你也可以说 这些媒体 就是这么一群玩意儿 就是这么一群重置 然后天天那唯恐天下不乱 就为作曲流量而活 也可以这么说 但我觉得 毕竟咱这是在国内啊 这是在大陆 这是在中国 我跟你 我觉得肯定就是说 背后这个上面 是想把李铁给搞下来的 然后这些媒体 就是马前卒 要把他这么着 至于为什么呢 可能 至于为什么 说白了 你这个 他在 这个世界杯不尽 就是不尽 那个 那就是得有人负责 虽然我个人觉得 你这个世界杯不尽 很正常嘛 对吧 正常操作 但是 不尽就是不尽啊 各位 那肯定就是说 上面肯定就说 有人是谁 要负责 那肯定就是说 甩锅甩锅甩锅 那么 众所周知 当一支球队 有人需要承担责任的时候 需要为此付出代价的时候 成本最低的解决方案 那就是开除教练 那就是开除教练 这 不管是俱乐部 还是球队 不管是国内锅 国外 一支球队想要甩锅 最好的方法 就是把锅甩给教练 然后把教练开了 至于 接下来 当然至于接下来 这个教练是千古其冤呢 还是说干的票 还是说干的票的呢 就举于之后 这个球队 踢掉这个教练之后 能不能搞清楚自己的问题 然后能不能 抢来个更好的教练 或者是 就是 就这种情况 就知道 是不是知道 自己在干什么 对吧 所以说 这个 当然国足的话 我猜 大致 很有可能是千古其冤了 我跟说实话 嗯 然后再说说 我们这位新帅 这个李肖鹏 就是 咱们说实话 他在武汉队的表现 还不如理解 这个我相信 从成绩上来讲 就已经看得到了 当然李肖鹏 他 他能成为国足主帅 那他肯定是有原因的 可是各位如果就是 如果多少关注中超的话 肯定知道当时 从几年前 李肖鹏在鲁能的时候 现在在 现在叫泰山了 但当时还是叫鲁能的时候 然后就表现非常好 当时号称中国 中国第一教练 然后当时也是 也是这么认定了 所以说 他的 但是呢 就是也说 他的那个战术 战术比较单一啊 用兵兵比较保守啊 也有这些问题 但是可以说 就是他 当时是有一个体系 然后他 不管是他打 他就是他打到了这个体系 通过这个体系 变得更强 那么接下来呢 就是他确实是有能力的 这个是毋庸置疑的 他能够在鲁能取得成绩 这就说明 他是有能力的 但至于 他有没有成能力 把现在这支国家队 带到世界杯 那真不是我歧视中国主教练啊 我是觉得 这个地球上任何主教练 来了 基本上都不行 从现在 就咱不说 从一开始接手 能不能追分 就是说 从现在开始追分的话 那可不可能了 所以说 至于他接下来怎么着 我也不知道 没准 就像礼皮那样 对吧 有可能 反正 就是你国度现状都这样了 你这个 选谁来都是 这会儿来 选谁来都有回事 对吧 然后对 然后这就是关于国度 换出来我的看法和我的分析 然后至于 然后现在我想说一下 就是 吴磊 然后因为 关注西班牙人的朋友 可能都知道了 吴磊现在 机会是越来越少 或者说是 基本上已经没有了 他连出场都没有了 对此我的看法是什么呢 我的看法就是说 吴磊他是有能力的 我认为他是有能力的 他现在是市域赛 射手榜第二 注意是市域赛 不是市域赛亚洲区 全世界的市域赛里面 他是进球第二多的 并列的是 我记得是哈利凯恩了 问题哈利凯恩 咱说实话 在英格兰中场 给他提供了多少 对吧 哈利凯恩给 英格兰中场 给他提供了多少帮助 而且他还打了一堆 他那个 圣马利诺 这种渔南小国 当然更何况 我不是拿吴磊的能力 跟哈利凯恩比 这是 我不是这么说的 我知道这个差的十万八千里 但是我要说的就是说 吴磊 他在市域赛里这么多比赛 进球能跟哈利凯恩一样多 我相信这已经足以说明 他能够在武大联赛立足了 他能够在武大联赛立足 我相信的 国家队的表现有目共睹吗 我说各位 只要不瞎的话 尤其是你中国队 给吴磊创造了多少机会 才创造了多少机会 至于你说像什么 像日本的那些球员 咱说实话 日本中城给他们创造了多少机会 对吧 那所以说 说这真的是 说明吴磊 他根本就不是很多人 说的那些那个软脚虾 大赛软脚虾 你拜托了 你信 十二强赛 没有吴磊 中国队 现在一份都拿不到 吴磊现在 我看看 吴磊现在在十二强赛进球四个 日本全队五个 那你能说吴磊很糟糕吗 我觉得不能说吧 我觉得已经足够证明 吴磊的能力了 然后 对吧 所以说我觉得吴磊 现在是有这能力的 但是说 如果说从国家队角度来讲 我们可以说 他在西班牙人那边坐板凳 也比回来到中超里面强 但是我们希望的是 我们需要的吴磊 我们需要 他能够踢上比赛 他能够在欧洲踢上比赛 我个人认为 他是可以做到这一点的 但问题是 他在西班牙人 我个人认为 就是说你这个 竞争不过别人 为什么竞争不过别人 因为这个教练的要求不同 教练的要求里面 没有吴磊这一号人 就是这么简单 所以说 那么接下来 就是说只要 主教练莫磊诺在 吴磊 肯定就上不了场 那么主教练莫磊诺 会不会下课呢 我说实话 西班牙人 我觉得本赛季的目标 就是保级 现在你看看 西班牙人队已经 我觉得已经到 我也忘了排名多少 那我记得是积分榜前面了 那么莫磊诺 怎么可能会下课 那莫磊诺下不了课的话 那我说真的 我真的觉得吴磊 应该咱 早啊吴磊 咱就 你拨怎么说 你租出去走行吧 寻求一下挑战 因为说实话 我说去 可能是我自大的话 吴磊现在多面手 而且那个能够奔跑啊 能够奔跑啊 能够提供防守方面的 这个需求 和不少大球队 对局替补的需求差不多 尤其是这种 怎么说 怎么说呢 板凳不是很深 但是目标相当不低的大球队 这跟他们的需求比较合适 因为这种球队 它如果要取得一个好的成绩的话 它是需要有足够多的球员 作为替补的 而对于替补的球员 它最好的话就是 能够急插急用 在各个位置上 能够同时表现出来 咱可举个不恰当的例子 拜仁 我当时不是说 吴磊能够在拜仁替补了 但我就说拜仁 那就比如说 因为拜仁 但是他的这个阵容 他不是很厚啊 但是他同时 他联赛要争冠 欧冠要争冠 你得个位已经出去了 那并说 但是联赛 欧冠你要双拳出击 你就需要很多替补 但是拜仁说实话 咱现在替补不是很多 那这些球员 咱就需要打多个位置 比如说爱尔南德斯 咱就能打左后卫中后卫 俱乐 又后卫中后卫 帕巴尔中后卫 边后卫 然后还有就是 对吧 你那个萨奈 萨奈都要去打中路 孟霞拉都要去打中路 这就是 这就需要球队 有多面手的特质了 所以说 而我个人认为 吴磊的话 你当然去不了 拜仁这种球队了 但是我觉得 就是你去高 其他这个大球队的话 它是有 我觉得它是可以派成用场 当然了 怎么说呢 我说的也不错 因为现在看来的话 没有球队给 没有这种球队 给吴磊开出报价 那就 对吧 那就不行 那就没有 但是我个人认为 吴磊是有这个能力的 最起码 就是去其他 其他这个武大连赛球队 是可以的 然后至于去大球队嘛 说句老实话 你去大球队 看 做饮水机 看板蛋 你最起码到时候 你可以跟 跟孩子们吹嘘 说啊 我当时跟谁谁谁 给个大球员 做个队友啊 然后 而且你跟这些球员 一块训练的话 也会有 提升 也会有提升 我跟各位这么说吧 对 然后我对吴磊 大致是这么个想法 同时呢 我对吴磊 是绝对支持的 我觉得 如果你是个 如果是西班牙人 本土球迷 他们觉得吴磊 现在就是个 无管解药的板蛋 然后那个 毫无用处 这是可以的 他们是可以这么想的 因为去 因为在西班牙人的话 你确实可以说 目前的吴磊 就是 就是这样 他说你如果是 中国球员 你还在 你不是 你如果是中国球迷 你还在这边 黑吴磊的话 那么我不知道 该如何形容你了 真的 吴磊 现在是国家队里 我就不说了 他是 国族是什么水平 国族是什么水平 吴磊现在是亚洲 亚洲去射手榜第二 你觉得是 吴磊配不上国族 还是国族配不上吴磊 吴磊这种人 国族十年前 十年以内 也没有培养出来 今后的十年里 我觉得 也很难培养出来 我觉得也 这说不出来 但我觉得也很难培养出来 他是 这个国族的 优秀的分配的机制里面 出来的一个 意象 他出来就是个奇迹 我跟各位说 所以说 咱就珍惜他 你之后 你哪找个中国球员 能够踢 踢进巴塔去 那个踢进巴塔球门的 你哪找个中国球员 是余赛 是余赛 射手榜第二的 没有的 没有这种球员了 各位 珍惜 好好珍惜吧 我再说一遍 我不知道为什么 这种话 我得重复无数遍 但是我还是需要重复 行 接下来 接下来说个有意思了 外源 就是规划的争议 主要是两点 首先就是 洛国富 然后就是发表 发微博 然后表示 自己要不满 说自己的那个 就是登机 他上面出出现了问题 然后不得不在机场过夜 他对此发 发了微博表示不满 还有就是 费南都 离队 这个呢 然后这个呢 就自然引起了很大争议 很多人就说这些规划 就是拿钱 拿钱的鬼傭兵 但是我想说 这些人拿钱办事 天经地义啊 各位 你规划 你为什么要规划 你为什么要规划 难道你而言要规划 一堆弗拉夫 然后今天说 我打一头了 对吧 是 是这样 是这些吗 不 我们需要的是这些人 我们需要这些人带什么 我们需要这些人 能够在场上 体现出自己的实力 所以他们也只要 做到这些就行了 他们只要能够在场上 帮助到球队 这就已经足够了 所以说 我觉得咱不能拿 这个雇佣兵 这不是拿来黑他们的 这不应该拿来黑他们 然后呢 但是呢 我接下来的观点呢 就是 他我们拿这些钱 事物有所值吗 因为我们的这些规划 我说实话 他们现在年纪已经很大了 他们我们现在 他们可能 在国家队的话 很难踢到下一届 试语赛了 可能顶多顶多 也就踢到亚洲杯 所以说 他们的年纪已经很大了 然后至于他们的能力 再说实话 他们常常在 中超踢球 日韩那边的人 是在五大连赛踢球了 各位 咱这个差距的话 我觉得你不管怎么说 你可以说 有些中国球员也是 有些中超球员在世界杯 也表现不错 也在某些场合 某些时间 拿出了不亚于五大连赛球员的水平 但是大部分的 对吧 你 我觉得我们这些规划 很难去抗衡 这些日韩五大连赛主力 我就这么说 所以说咱这个实力上 还是距离 是近世界杯 有距离 然后这就说过来了 我们规划他们是为了什么 然后到底是为了什么 然后从这个实际上看看 到底值不值 到底值不值 各位 然后接下来呢 我就想说一下 这个背后深层次的原因了 我要这个无庸讳言了 各位 就是我们背后这个 所有人都有的民族主义 我觉得这个没什么是值得 大概批判的 因为我们就 这个中国的民族 就是一个有着悠久历史 和传统的民族啊 所以说我们这边的话 有民族主义很正常 然后毕竟这些规划 说实话 也都不是血缘规划 也就是来自南美的这些规划 所以说我们跟他们就是 心里就就是 叫着把劲 然后就是有这种 非我族类齐心必义的 这种想法 我觉得是正常的 但是呢 就这种情况 已经沦为了这个 媒体的摇钱树了 对吧各位 就是已经沦为他们的摇钱树了 就说他们想用这个 要搞个大新闻 然后出来流量 对他们这个 所以说肯定会不断的搞 搞出这些来 然后至于我嘛 我觉得这个就 咱这没必要了 毕竟我们要他们 是在球场上表现的 咱就 我觉得这个是没必要这么想的 各位 他们已经 已经过来了 他们就要在球场上去证明自己 然后最后呢 对所以说最后 我的看法就是说 这种事儿不必扩大化 出处理 这对于当前的国独的战斗力 也是会产生影响的 士气也是会产生影响的 所以说尤其是 就比如说洛伯富啊 然后他就说 他我觉得他是有权抱怨的 正如同我之前 就是我 我觉得他是有 可以这么说的 可以抱怨的 各国他之后也道歉了 这就是大事儿化小了 各位 然后还有就是 费南多离队 费南多离队是经过足协认可的 所以他这不能上升到 对他的人身攻击 不能上升到 就是对他的职业素养的质疑 就是万一他是 就毕竟嘛 求员因为家里有事儿 而离队 再经过组织 再经过足协申请之后 选择离队 这是各国都会出现的情况 各位 这是各国都出现的 这个没必要把这件事儿扩大化 最后我来说一下这个国度未来 首先就是说目前的情况 目前的情况就是中超崩溃了 我可以这么说 可能不是很好 但是中超确实崩溃了 为什么呢 然后为什么呢 就是中超它缺乏基石 国外的球队 一个个上百年历史 然后一个个追溯到 像德国这边追溯到第二帝国 德意志帝国那会儿 所以说他们是现有球队 然后再做大 我们这边呢 直接一个企业过来 曾加过搞了个球队 曾加过去崛起 这就导致我们这些球队没有基础 就是说我们这些中超球 中超这么多球队 然后再往下就是 然后当时就说中超繁荣 但是我们下几天才怎么样 那就是相当 问题是相当的多了 水平也是相当的不行了各位 所以说在这种情况下 我们这边就缺乏一个基础 缺乏基石 然后这就导致我们这些中超团队 就全都是空中楼阁 完全依赖这些企业 现在疫情来了 这些企业 有的不行了 这些就绝对就迅速 就迅速崩塌了 对吧 所以说这个就是 我觉得可能就是比别人发生的 毕竟你这个经济不可能永远 永远永远永远的那么好 然后等会儿 哦抱歉啊 各位我这边我抱歉各位 我当时以为出现是出现了点事故啊 没事就跟各位说 就说他依赖企业 现在企业没了 我觉得这个是 很有话说 把它就是迟早发生的 但是呢中超崩溃的话 我们有些人 有些人会在其中一祸得福 这些说的是什么呢 就这些近代中超崩溃的 就那些没钱了 离开的是什么人 外援 高手花大价钱 但是核心的外援 那么谁来填补空缺 那就是我们国家 就是国家自己 就是中国自己的这些年轻人 能够上来填补空缺 小将上小将们就可以上马了 然后这就对他们来说是一个重大的机 重大的重大的机遇 就是我们这个球 这个人在开始用年轻人了 而至于他们打打成什么样 不能现在来看暂时说 就是不是最重要的 重要的是现在他们可以打了 他们可以打了 尤其是现在外援走了 那么现在什么样的球队可以崛起呢 清训好的球队 因为他们可以源源不断的供血 能够保持球队的战斗力 比如说本赛季的中朝冠军 台山 那就是传统 比较传统的清训球队了 搞清训 搞得根深蒂固的这种球队了 他们就能拿中朝冠军了 当然了其中 我不可否认的是外援有很大的作用 有很大的作用 这确实如此 但是他们自己 清训抬头 这也是一个比较重要 比如说他们那个中风郭天宇 然后这就表现得非常好 然后所以说 在这种情况下 我呢就是会说 中国足球是不是已经到了一个触底反弹的地步了 就是说接下来是不是会反弹了 因为就是说 这个取决于我们的清训是否正在变好了 因为 因为就是说 就是说我禁忌的话 确实听到一些 关于中国一些小的一些比较好的信息 其中包括 但不限于比如说 刘少紫阳加入拜仁了 然后还有就是 中朝的这些年轻人的帽头啊 然后张雨宁啊 张雨宁变得非常好 然后还有就是比如说 我就是我本人是 毕竟北京来的嘛 我会看国安了 然后国安的话 也用了一些这个国庆队的队长 小梁啊 然后这些人 然后高天忆也打得很好了 所以说这些球员是在逐渐的冒头 可不可以说明我们的清训是在逐渐变好 因为就是怎么说 就是说 清训它不是一瞬间就绝对搞好了 就是说我们如果 十年前想明白开始搞清训了 可能是搞得现在才能出成绩 然后 然后其中还有那个 现在那个广东嘛 也是靠着这些清训小将 然后打进了 获得了亚冠资格 这也是值得非常好的事嘛 然后 所以说就是说这些球员 是不是我们之前就是说 一点点搞的清训已经变好了 还是说这只是偶然了 当然我不是独球同学人员 我不知道 但是我觉得就是说 你就先有这个清训的意识 然后先逐渐的搞好 然后我想说就是当前就需求 就是我们俩有可 就是能够继续发展的 优质清训 当然优质清训说吧 就是说这个的话 就是跟我之前说的一样 清训就是清训球队的抬头 就是清训 就是清训在接下来的中超联赛里面 能够起到一个很重要的作用 就是能够源源不断地 给球队提供清新血液 如果这样呢 保持球队战斗力 如果这样的话 那些中超的这些球队 就都有意愿 有这个需求去搞清训了 他们如果在搞 有这个意愿搞这个清训的话 那就是清训之间的竞争 那么这个 那么他们呢 就会持续地追求 清训搞得越来越好 因为他们需要这些清训球员 他们不是说单纯搞清训 全钱 不然的话你现在的话你圈钱的话 你也不够买 买这些国外球员的 毕竟嘛 这些国外球员 国外的外援 他们 如果我们要买外援 我们需要跟 中东啊 那些石油国家竞争 要跟美国打联盟竞争 还有还不包括我 还不包括我们周围的日韩 这些竞争 我们现在我们如果再失去 撒钱的能力的话 他们竞争是越来越难的 就是说我们现在可能 很有可能就是说 我们就要需要这些清训了 而清训的话 就是如果我们需要的话 那我们就要 不断的 就是各支球队需要让清训不断变好 这就形成一个良性的竞争 这个就可以让清训变好 然后 他们可以跟那个欧洲球队 欧洲啊 合作 跟那个欧洲豪谋 合作 搞清训 这样的话呢 他们这些球员出来之后呢 就也有可能会出国 比如典型代表刘少子洋 他这次 在武汉三镇 这就是一个搞清训 旗家的球队 这就是一个重视清训的球队 所以说他们胜超了 他们胜超了 所以说这就是我的看法 我觉得就是说 当前中国的话 或许 或许啊 是未来是会好的 但是这个需要很长的一段时间 或 如果我们运气好的话 可以少等 如果 但是我们要做好 长期等待的准备了 好了 各位 拜拜